大家晚安全球现场时间 我们带你来关注10月16号 就是中共的二十大了 而在此之前呢 美国智库亚洲协会就预测了 二十大常委人选的五种可能性 其中包括了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他的核心幕僚 也就是上海市委书记李强 可能会出任总理一职吗 好 美国智库是这样分析的 说李强虽然他是习近平的核心幕僚 但是他在上海疫情处理的方面受挫 也有可能会有其他的黑马人选出现 而第二个可能就是大陆政协主席汪洋 会出任总理 分析指出这样一来就代表李克强 会被挤出常委名单 并且是完全退休的 好 第三个可能就是 国务院的副总理韩正来出任总理 但是韩正已经是68岁了 如果他上任的话 那么也代表中共过去的默契 七上八下这样子的年龄制度 是被打破的 所以美国智库就分析说 这样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 另外美国智库也指出说 习近平可能会增加常委的数量 而不是赶走老的常委来稳定派系 但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习近平还是会有些压力的 因为他有可能会被党内的声音 要求通过任命更多的年轻官员 来建立新的常委 也就是建立下一代的新的领导阶层 而就在20大前夕还有一个值得关注的重点 那么就是解放军的高层人士也有所异动 包括了东部战区还有西部战区的司令都换人了 好照片上我们看到的这个人 他是57岁的林向阳 9月30号这一天 他是以东部战区司令员的身份首度公开亮相 而这场变动其实也引发了关注 一位分析人士就指出说 可以确定的是20大之后 解放军领导的阶层将会趋于年轻化 另外来看到的按照惯例 其实20大会会邀请到党内的一些元老 来参加开幕式 外界就一直在关注说 到底会有多少的中共元老阶层会出席呢 最近在社群媒体上就流传了这样的一张照片 这个人是中共的前总书记江泽民 他欢庆他的96大寿的生日 好当时呢 他是跟他的夫人一起坐在一起拍照 这气色看起来是非常的好 那么你可以看到后方的 这一个花篮上面的名字 写的是大陆第一夫人彭丽媛祝贺的字 也显示习近平是有特地送上花篮 祝贺江泽民的大寿 中共的20大即将在10月16号举行届时 中间新闻也会有一系列的深入报道 也请您持续的来锁定 好持续来看到的是 按照惯例这个中共中央政治局 其实他们每个月底都会召开会议 讨论通过一些重大的事件 好比说8月31号 当时召开的政治局会议 就公布了建议中共20大 要在10月16号召开 而香港媒体新岛日报 就报道了 9月的政治局会议 却没有被列出来 新岛日报就分析 习近平他9月的行程 包括了中央政治局的会议 还有月中到中亚两国来参访 跟30号向人民英雄纪念碑 献上花篮都有被公布 但是没有公布的是月底的政治局会议 报道就分析 19大跟20大召开的时间 都是在10月中 20大的高层人士 应该也是在9月底的政治局会议拍板 但是也许就是因为太过敏感 所以是密尔不宣的 而在20大上头 中共当然也会发表 未来5年的施政方针 当然对于我们台湾而言 对台政策是一大关注焦点 美国国务院亚太助卿康达 今天就表示对于大陆 主张台海并非国际水域 美方现在是反对改变水域的现状企图 坚持是以和平的方式 要解决两岸的分歧 而在未来美军也说 他们会依循国际法 在台海飞行跟航行 还有执行任务 康达表示 大陆声称说台海是国际水域 并且试图在海峡两岸 使用胁迫和恐吓手段 要推进统一的目标 康达重申美方会持续维护国际秩序 特别是考量到全球航运量 还有台湾在全球经济半导体 供应链上的重要核心地位 美方会持续维持台海和平 稳定的立场 再关注的是大陆的百度地图 宣布要正式从美国GPS 切换为大陆自行研发的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大陆积极发展全球的定位系统 其实就是反映出 太空的科技实力 让北京增添很多的底气 好 北斗系统的战略用意 其实当然也是想要摆脱 对美国GPS的依赖 从白天堵到黑夜 大陆十一长假 民众出游返家 却在各地公路上动弹不得 不过就在国庆这天 必不可少的万能百度地图 挥别美国的GPS 惊喜推出由大陆自行研发的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为广大民众指路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 大陆十一国庆假期 第一天上线定位量 立刻突破千亿次 百度地图现在也能提供 台湾卫星地图服务 大陆网友也能从地图上 浏览台北101 日月潭等数百个台湾 著名地标的全景照片 除了在基本导航功能上 车道及导航能够解决民众 找不到车位兜兜转转的困境 北斗系统再提升档次 首次退出六大搜救功能 确保民众一击在手 永远在线 若你穿地震的时候 整个地面设施 所有的导航系统都不好使的时候 第一个把那个信息传出来的 就是利用的北斗导航 百度地图北斗卫星导航的崛起 更是一要成为 全球四大导航系统之一 与美国的GPS 俄罗斯的格诺纳斯 和欧洲的企丽略 并驾齐驱同台竞技 北斗是一个时间和空间的 位置的基础设施 时间和空间是解决 现在数字经济发展 走向智能经济发展 这样一个关键的要素 港媒香港01曾撰文分析 北京当局最终决定建造 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直接原因就和美中竞争有关 根据美国智库分析 大陆开发的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目前虽然尚未对美国的GPS 构成威胁 但北斗系统的完成 也确立大陆作为世界强权的地位 这是大陆技术摆脱 并独立于西方的一项里程碑 背后的地缘政治意涵 非常深远 记者陈你次播的